圣经要怀孕的最重要的时候 所以我刚才才讲到 其实月经很重要 那什么要正讲的月经 等一下我们慢慢讲 然后中医对女性 我们所谓的套数圣灵 她的认识 她总体是说 圣 肝 皮 天鬼和暴露 来认识 这里讲的圣是中医的圣 中医的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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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的天鬼 还有中医的包裹 它有包裹功能性的皮 就是讲那个食物性的皮 皮呢 就会认识一下 你大概看过一次 什么情况 最关键是看皮 在中医的理解里面 它是主运化 主生 主生 主同学 刚才那位小姐讲 最重要是学 中医认识 哦 皮 它是同学 有人用学 他每一个月会消耗学 用学 所以皮跟我们的学生有关系 再来是肝 肝 肝 肝为什么在女性的身子里面 它有这么重要的角色呢 它有一个口感 他叫肝 肝 他肝 肝 肝 趋 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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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 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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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精可以是我们生殖自己 有帮助于你受孕或者是让别人受孕的一种固质 一种营养也好 固质也好 这样一点 还有一个是天鬼 这个是只有中医还有这个认知 天鬼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 不管是男的女的都有 你偏生下来你就有可能 而这种营养呢 或者这种精威或者智能 其实主要是管理你的生殖功能 明白吗 就是这样 再讲一遍啦 这个天鬼是中医的 是concept 只有中医 那这个concept的内容是讲 每个人不管你是男是女 你都有的 你都有一种营养的 你都有一种敬畏 或者这种 类似于现在的一种概念是讲的 这个基因 这个基因还有营养啊 它不等同于基因 但是它是讲的 这一种固质呢 它是可以的 它主要是管理你的生殖 管理你能不能受基因 你能不能生孩子 这个叫天鬼 那来就是包裹 包裹就是包裹子公 薯卵管 还有卵巢 包裹 就是哪 你还要认识到 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包裹你的包裹 包裹你的子公 薯卵管 和卵巢 它可能以前 他们有想到 哎 哪个哪个 但是它有种概念 就是种概念 那,还有你去呼吁呼吁的症状的时候 我在讲,中医他看病,跟西医就是有点不一样 他是根据症状,症状,那他也有根据你的病 但是他更多的是根据你的症状 你去看那个中医的时候,你想,哦,运气不好,怎样不好 我运气很少,他真的把我运气厉害 然后他又运用他对运气的理解,来调理,治疗 我运气厉害 我运气厉害 我运气厉害